還有在這個大陸專長的高家戏的戲團 要來台灣演出後5點喔 這集團就在露鋼天佑宮說到來演出 這個專長高家戏團隊表示說 高家戏是以這個萬南宮來演出 雖然說團團有說這個萬南宮的口音目都是比較不一樣 不過這個台灣的觀眾也是聽得有喔 所以這個天佑宮主委 領維東也邀請民眾來欣賞 台東的表演者展現出挑剔、修行和修大不一樣的表演方式 它的動作是相當的經典用心 這代表專長高家戏團是頭一次在露鋼天佑宮的工程來演出這個戲劇 台灣也有對出這種高家戏團 一樣像這個萬南無來做演出 專長高家戏團隊表示 旅團在臨南地圖的高家戏表演的方式在這個考驗方面相當不一樣 重要是我們的泉州高家戏 這個高家戏技術的技術 介紹給我們台灣的鄉親 尤其是我們福島的鄉親 高家戏表演的方式最多的活拍和勤快動作很多 感謝辦案是最多的行動有這個趣味性 專長天佑宮當初聽由徐曉輝表演 如果要向台灣的民眾感受到高家戏的魅力 專長高家戏教團就要帶來北朝經典的戲劇 天佑宮主委領維東就表演 為了要向台灣的民眾可以看好戲 就要邀請專長期高家戏教團來一場兩派文化交流 剛才很多人在看那邊高家戏 雖然說語言是一樣 雖然說口言有級別 但是我們還通過那個電子屏幕 所以這個又拉近了 對 東京在台灣的旗艦有五頂的表演 頭一陣就來到六港天佑宮 現在感謝我們專長高家戏 研究藝術中心和我們專長大力頂助 六港天佑宮和專長天佑宮 一直都有很輕的經營 也很幾次來進行各種文化交流活動 這次透過專長高家戏團 台灣民眾嚴重到中國演員 精彩演出 也要大家知道說 台灣和專長的高家戏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這次新聞大清場 六港報道